大家好,欢迎来到好股团,我是团长,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各种资产200年收益大比拼,未来10年我们的钱究竟应该投向哪里? 我们知道最近A股市场比较火了,创业版指数一度创了近4年的新高,欧美股市也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出现了大幅反弹,甚至创出新高 很多投资者都会问,未来股市还是楼四,更有投资价值 接下来几年债券、银行理财等稳健理财方式,到底能不能跑赢通胀? 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不过大家的答案都是建立在自己既往的投资经验上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股市才30年,商品房也仅仅20年,各种宝宝类互联网理财产品更是近10年才诞生的 你想的答案真的是正确的吗?有没有时间更长更完整的数据呢? 有的,最近海通证券发了一本宏观研究报告 他分析了过去200年全球主要资产价格的变化 发现过去200年各种资产收益是以1930年为界限的,表现完全不同 在1930年以前,债券黄金、房租等稳健收益资产 跑赢股票,房地产等风险资产,而1930年到现在,风险资产,跑赢稳健资产 既然是以1930年为界限,那么问题来了 1930年对于资产价格而言,它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化? 答案是清晰的,金本位置被信用货币所取代 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金本位时代的资产表现 金本位货币支柱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限法常 货币和黄金是可以自由兑换的 那么在无限法常约束下,国家发行货币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 这样才能避免货币挤兑,因此决定了国家不能随意发行货币 你必须有等量的黄金,你才能发行这么多的货币 那么美国在1933年废除了金本位 而在这之前1870年到1933年,美国的黄金储备的增速是5.4% 那么流通中的货币增速和广义货币增速分别是3.9和5.2 它们都低于黄金储备的增速 所以货币它是没有超发的,它们都是低于黄金储备的 那么货币没有超发的结果,它就是通胀低 1870年到1933年,美国年均通胀率仅为万分之四 几乎没有任何通胀,那么没有通胀 自然现金为王 回报率最高的就是债券等稳定收益的资产 1870年到1933年,持有美国短期国债的年均利息收入是5.3% 持有美国长期国债的年均利息是4.75% 股票房地产等风险资产回报率则很低 在1870年到1933年之间,美国房价的涨幅仅为1.2% 标准500指数的涨幅略高于房价涨幅,也只有1.4% 所以在这样的低回报下,大家肯定不会去买股票房地产,这些风险资产 他们的回报太低,而且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但是随着1933年,美国废除了金本威制度 那么这个时候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 在这之前,美国发行货币是受约束的 那么在之后,发行货币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了 货币发行速度也明显的提速 在1934年到2019年,美国广义货币增速是7.4% 它远高于金本威制度的5.2% 那么货币发行提速,首先改变的就是通胀 1934年到2019年,美国年均通胀率为3.5% 远高于金本威时期的4.4% 但稳定收益资产的回报率并没有因为通胀提升而提升 1934年到2019年,美国短期国债的平均利息是3.5% 长期国债的年均利息是5.6% 它和金本威制度是差不多的 对吧,通货膨胀来了 但是稳定的收益资产的回报率并没有提高 那么这么一对比呢 稳定收益的资产就没那么吸引人了 于是资金就开始涌入了股票房地产等风险资产 以寻求更高的回报率 因为资本嘛,都是寻求高回报 1934年到2019年呢 标准物牌指数年均上涨6.9% 再加上3.6%的股息率 持有股票的年均回报率达到了10.5% 那美国同期的房价年均涨幅呢 达到了4.3% 再加上5.2%的租金回报率 所以持有房地产的年均回报率 也达到了9.5% 这是下面 直币时代呢 美国各类资产回报率 这个比较 我们看到股市房市呢 是最高的 那么关于收益率呢 这边我们再重点讲解一下 在金本位时代呢 它资产价格变化不大 收益呢 主要来自于债权类收益 如果房租和股息收益呢 低于利息收益 那么大家都会卖房子 卖股票去买债券 那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最终房地产股票债券的债权类收益呢 会很接近 金本位时代呢 这个房地产和股票 每年增值虽然不多 对吧 仅1%多一点 但是也是在缓慢增值 只不过这个增值和承担的风险 是不匹配的 所以大家呢 投资风险资产的热情不是很高 因为买房买股票 承受波动的风险 但是你带来回报 也仅仅跟这个固定收益类的债权类 很相似 那谁还会去冒险呢 对吧 冒险是为了高收益的 但你没有高收益 大家自然不会去追逐 但是呢 到了信用货币时代 对吧 资金出于跑赢通胀的考虑 开始疯狂的追逐风险资产 这个时候增值的幅度呢 就比较可观 达到了5%左右 风险资产的增值的核心呢 就是在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呢 会带来企业盈利水平的提升 和居民收入的增长 那么企业水 盈利水平提升 会导致股票价值的提升 居民收入提升呢 拉动了房地产需求 进而导致房价的上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呢 长期来看呢 股票和房地产 它是最好的投资品种 不过呢 从历史收益率来看 股票是最好的投资品种 房地产呢 赤值 那么讲了过去200年的 这个风险资产 跟这债权类资产的 这个收益的比较呢 目前呢 我们就要谈到 未来我们应该 怎么样做资产配置 在新冠疫情以来 全球呢 大规模停工停产 这个IMF呢 则预计全球经济损失幅度呢 将仅次于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那么在这样的 如此损失之大的情况下 它各国政府 是如何应对疫情的损失呢 大家呢 不约而同的 选择了放水 美联储呢 它几个月之内 就把资产负债表 从4万亿美元 扩张到了7万亿美元 我们中国财政呢 也在短期内呢 发行了1万亿的 特别国债 其他欧洲国家 同样呢 都在降息 或者直接向市场 投放货币 无一例外 都选择了放水 也正是呢 在持续放水的刺激下呢 美国股市 才顶着疫情 和暴乱的利空 快速的反弹 这个纳斯塔克指数呢 还因此创了新高 那么中美的房价呢 也同时创出了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呢 债权类的资产收益呢 却持续下降 这个美国十年期 国债收益率 从2% 跌到0.7% 我们国内的 余优宝收益率呢 也从2.7% 跌到1.5% 甚至国内的一些 债权类的基金 出现了亏损 团长之前视频讲的 银行理财出现了亏损 就是因为它 向着债权类 所以呢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央行一放水 它不仅仅是现金贬值 对吧 债券等稳定收益的 资产的收益率呢 它也跟着一起跌 那么真正抗跌的呢 是股票 房地产的 风险资产 越是经济不好 你越要远离 现金 债券等 稳定收益的资产 好 持有 股票 房地产的 风险资产 因为这个年代的 经济不好 只会迫使 这个 高层呢 去不断的放水 那么市场上 钱变多了 资产的价格 必然要上涨 这是最硬的逻辑 所以股市呢 要想涨 资产要想涨 那必须要有钱 钱哪里来 央行来放水 所以如果你 单纯的去看经济呀 看疫情呀 那 那太片面了 那我们 可以看看 在 大放水时代呢 美国股市暴涨 我们就不谈了 对吧 我们看看我们的A股 看看A股的一些 核心资产的股票的价格 我们看到 恒润医药 国内医药的龙头 对吧 马上都要破百元了 近5000亿市值 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 海天威业 对吧 我们每个人 每家都用的消费品 酱油行业的龙头企业 股价呢 也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 市值呢 也逼近4000亿的明币 那我们再看 白酒龙头 对吧 茅台我们都知道在涨 五粮业同样是这样 不断的在上涨 其他的一些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 也在不断的创出新高 不管是医药行业 消费品行业 还是其他行业 大量的股票呢 是在创出新高的 那么指数呢 创业版指数呢 也创了近4年的新高 我们知道上证指数没有动 那是因为 上证指数的 这个指数编制方法呢 还是停留在过去 随着新的编制方法的到来 很可能呢 主板指数呢 也会出现比较大的上涨 所以呢 在指数的赚钱效应呢 下呢 会带动更多的增量资金进入市场 所以股市场的这个核心资产的上涨呢 还在继续中 所以这对我们投资来说呢 也是一个明显的风向标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呢 都应该去学习跟借鉴 如果你还躺在过去投资那种思路上 那么在未来 在货币大超发大放水的时代 你货币的这个贬值呢 是非常确定的事情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 好股团 我是团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